来 来 这口子缺点意思 真是狗哪有这么多意思 你看看你 你这太能力了 太消极了 咱们要创新 看没看过好赖五点赢 你看看人家那场面 那特效 那直作 那剧情 照着我上把你戒剑 对不对 不要老是弄一些办公室里的剧情 我们有都说了都看腻了 可是每个我们的戏 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故事 跟好莱坞好像不太搭吧 你看看你 这么不谦虚啊 年轻人要有变通 要有创新精神 你要透过现象看品质 观众谁爱看普通人 就不是家常人 观众要看大场面 大制作 大特效 什么美女帅哥富二代 撕低批腿滑小船 都比他整成了是不是 演出的场景 剧情阵容 一定要够豪华 够大胆 够翻转 嗯 那 怎么写 你写一个富二代 开着的超跑 带个美女去买包 豪华飙车戏 有了吧 这时候你让超跑 撞了骑自行车的吊斯男主 嗯 大型灾难场景有了吧 吊斯男的车划坏了富二代的超跑 富二代找了一帮人 可痛欧一顿 大型格斗系也有了吧 这时候吊斯男突然发现车上的美女 居然是自己的女朋友 怎么样 这时候妈妈最喜欢的爱情轮位系也有了吧 这时候你再让吊斯男亮出身份 原来他才是财罚富二代 双脑翻转系 这时候你再写跑车男原来是开老板的车出来把美女 而老板就是吊斯男的爸爸 但是吊斯男形势低料 这个跑车男以前根本没见过的 大型悬疑侦探系 这时女主发现原来吊斯才是真正的富二代 抱着大腿球复合 浪漫都市系 你就说这场面大了 故事翻转不翻转 剧情好好不好 可是美哥就好有点某手的风格 跟我们不太搭吧 那我们就走 某手风格吧 他们有拍什么我们拍什么 看我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他们唱什么我们唱什么 我们一个样 原来那个人的有彼此的风格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按美国大片走吗 怎么又成某手风格 那到底怎么弄呀 不冲通吗 你想办法融会贯通吗 啊 啊 啊 东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没嘲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哈喽各位网友 其实你们每天每天的留言我们都在看 说我们的套路我们的模式有点看腻了 看够了 真的真的非常的伤心 扎心了老铁 但是我们会做出改变的 新的一年希望能继续陪伴大家 有什么好的建议都请留言给我们和我们互动吧 期待着我们能陪您走得更远 关注一下 每天要好好的视频等着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